有人杀人我给他按着了 这是外卖小哥阻止迟到歹徒行凶的真实影像 在所有人都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外卖小哥在看到情况的第一时间直接扑了进去 在一番激烈的撕扯之后 外卖小哥成功把歹徒手上的刀夺了下 因为画面太过血腥导致这段影像被禁播了一段时间 在公开播出的一瞬间 无数网友认为围观的群众太过冷血 不过请先不要急着下定论 等你细细了解这件事情的起因之后 可能你就会理解当时那些选择围观的群众 事情发生在浙江省明波市的联峰中路 和欧览桥路的交叉路口 被劫持的女子刚刚打滴滴来到这 想着在附近的商场转意转买点东西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逛街差点让他美好的生命定义 女人这天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还穿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他刚下车就看到一名陌生男子朝他冲过来 下意识里他还以为男生是找他要微信号的 不料在男子靠近他的一瞬子 直接从腰间抽出了一笔一手 随后直接恶狠狠地刺向了女人 刺伤女人之后 歹徒还不肯放过女人 随后他使出全身力气一掌把女人推倒在里 之后便狠狠把女人压住 他手中的匕首也在同一时间放到了女人的脖梗醋 提出女子还想用力挣脱男子 可在感觉到自己脖梗醋的一肚良意之后 便停止了挣扎 周围的人群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轻距妄动 因为如果贸然冲上去阻止歹徒动 女子的性命很有可能就隐隐无故 所以她们都一致选择先按并不动 并偷偷拿出自己的手机帮女子报警 遇见这种情况报警是大部分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一是害怕贸然行动会刺激到胆 不但保不住女人的性命 很有可能自己也会被逮捕杀害 二是觉得中国警察的可靠 现代社会无论是大事小事 在遇到情况之后 选择报警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局 因为早在之前就发生过同样的案件 女人被抢劫男子持刀劫持之后 周围围观了大量的群动 他们都没有选择冲上去救人 而是选择报警等待警察的帮助 即使是在警方来到现场之后 也不敢轻距妄动 而是凭借一步一步的试探 逐步击垮歹徒的内心 这期间警方不仅请来了心理咨询师 还不断地和歹徒对话给歹徒买吃的喝的 最终找到机会才成功救出了人质 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 这种做法虽然费是费力 但却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做法 能把人质被伤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可当我们把视线拉到这次劫持案件正案 有一名外卖小哥却和大部分围观群众的想法不同 有人杀人让我给他按着了 外卖小哥在看到持刀胆徒挟持一名女子之后 他不管会不会因为晚点收到不可差评 而是选择立马停止了手中的送餐工作 冲进去救人 当过外卖员的都知道 收到一次差评对自己的影响会有多大 不仅会被罚款而且接单量也会被平台大幅度减少 可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男人一只手拿着匕首不断在女子身上滑腊 另一只手则狠狠地摁住女人的头 过程中他还不断把匕首挥舞在群中 威胁围观的群众不要靠近自己 此时女人的脖子和身上已经鲜血滞溜 如果再不制止疯男子 女人很有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与命当场 万分危急之时 外卖小哥吕凤君直接从歹徒身后冲了上去 他先是死死地控制住男人持刀的手臂 然后另一只手紧紧搂住男人的肩膀 外卖小哥拼了命地把歹徒往外拉 而歹徒依然使出全身力气把匕首不断靠近林的脖子 每当匕首距离女人脖子近一点 外卖小哥就拼尽全力把男子手臂往外拉一 此时被挟持的女子已经被吓得嗷嗷大哭 而外卖小哥和歹徒还在不断地嘴 一时之间谁也无法占尽上风 关键时刻 围观的人群中再次冲突了一位仁士 在他看到吕凤军控制住歹徒之后立即站了出来 选择帮吕凤军一把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歹徒手中的匕首 歹徒一旦没了匕首 那么他的危险性也会被大大降低 随后他剑步冲上前去 双手死死握住歹徒持刀的那只手 想把匕首从歹徒的手中抢过来 可他没想到这名歹徒的力气竟然出奇地大 他两只手使出全力都没办法把匕首扩开来 眼看女人流的血越来越多 他选择逐个掰开歹徒的手指 经过一番胶着 外卖小哥和英勇大哥终于把歹徒手中的刀剪除 可此时歹徒仍然没有放弃的意思 他的另一只手仍然死死地掐住女人的脖子 吕凤军见状更不敢有丝毫的血 此时歹徒手里虽然没了武器 但他想杀害女人的心却没有丝毫减脱 此时路人大哥全力控制住歹徒的身体 外卖小哥两只手全力施向歹徒饿住女人脖子的脖子 经过几番撕扯 两人终于完全控制住了歹徒 而女人却已经被完全吓晕了过去 脖子和身上也到处都是鲜血 外卖小哥见状赶紧呼喊女人 女人懵懵懂懂中听到外卖小哥的声音 才赶紧往外面爬开 看到这里有很多网友会好奇 为什么歹徒会如此更恨 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持刀杀人 甚至两位壮憾用尽全力才能把他拉开 有人杀人我给他按着了 外卖小哥和路人大哥在把持刀歹徒拉开之后 女人也在外卖小哥的呼喊之下醒了过来 并且迅速爬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这之后女凤君依然没有丝毫懈怠 而是仍然使出全身的力气压制住的 直到警方抵达现场女凤君才松开双手 在把凶手交给警方之后 他立马骑上自己的电动车离开了现场 完成了自己那已经超市很久的单子 受伤的女人也在好心人的搀扶下送上了救护车 最终经过医生及时的抢救 女子保住了性命 她的脖子脸上和身上有多处刀伤 被缝合了好几时针 在情绪安定之后 李凤君也前往医院看了这位女子 女人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来看自己 她压抑的心情再也忍住不释放了出来 言语和表情都在不断感谢李凤君的出手相救 李凤君也一直在安慰女人 不断说没事没事 女人的声音也开始变得哽咽 事件开始变得没了 想想自己被拯救的生命和家里的孩子 她止不住地哭了出来 后续通过警方调查 迟到结犯原本和女人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在公司面歹徒因为喜欢女人就开始了追求 可是女人早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孩子 可是男人依旧不依不饶每天缠着女人 最终女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环境 向领导提出了辞职 可是当领导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 却直接把男人辞退了 这导致男人怒火烧心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心意 男人直接拿着匕首在大厅广阵之下 对女人进行了截杀 好在有外卖小哥及时出手相救 女人才保住了性命 事情发生的时候正至过年放假期间 很多外卖小哥都选择了回家过年 而这舍身救人的英雄女奉君 却留在了这将继续工作 因为放假期间有双倍工资 她想趁这段时间多挣点钱贴家用 后续在记者的访问下 与小军说出了当时的情 她表示自己在看到歹徒的时候什么也没讲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人 因为她当时穿的是一身骑手的衣服 所以歹徒也没有多小 觉得现在满大街都是 于是外卖小哥就装个不经意的样子 经过男子生命 趁机制止了歹徒的犯罪行为 吕凤君面对镜头表示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报 他依然会奋不不身地冲上去救人 随后他又淡淡地表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在吕凤君的英勇事迹曝光之后 无数网友都为他点赞 官方给他颁布了建议演为模范代表 很好 吕凤君的公司也给了他一千元的奖金 建议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即使人们平时瞧不起这个看不惯内 可每当危机时刻 中国人民还是会及时出手 挽救一条条美丽的生命 正是因为这种股子里的可贵品质 中华民族才能传承几千年生生不息 最后小编想说 那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非常心 他们每天要面对几十上百张面影 本就已经非常的不轮 我们作为普通人更要理解他们 每一份工作都值得我们尊敬